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倫 那么今天来玩的这款游戏呢 他是出了一阵子的 然后他是 他动画是叫魔法禁书目录了 然后这款手游呢 他叫做幻想收速 那今天是要来玩一下啦 然后顺便来抽一下 刚出的这个运动会的时封抄袭啦 那第一个是抽 那这款游戏我不大清楚 还有什么特效啦 因为我也是才刚抽 然后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 时封的 所以就要来抽一下啦 然后他又是运动会版本的啦 他算是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这次算是我第一次抽了 所以我也不大清楚他的 战力要到哪一个点呢 然后这个游戏像是那种卡牌类型游戏 不算了好像是战棋类型的游戏了 然后主要这个游戏是有自动模式的 所以我才会玩啦 哈哈哈 第二个十抽 然后 这款游戏的缺点呢 是没有语音啦 所以还蛮无聊的说真的 他如果能够添加语音的话会更好一些啊 不然这款游戏哦 有这个 后面有一个女仆耶 这个是中三星的特效吗 哦 是老师耶 哈哈哈 CUTE 哦 这个是三星特效哦 操纵 选手和彩虹 哦 是耶 是这一次的耶 赞啦 是我喜欢的石峰 选手宣誓 石峰抄袭 真好 中了 哈哈哈 那我们去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吧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这款游戏的玩法 说真的 其实有点无聊 但是它是 那种 怎么说呢 粉丝像游戏啦 所以 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啦 哈哈哈 那我们马上来玩一下吧 那我们先来玩 自动啦 自动很快 一下子就过了 说真的 它也不是很慢 也不是很快 所以我还满满意 就是它的速度刚刚好啦 就三倍速 也不是到那种四倍速的感觉啊 就三倍速也是那种 刚刚好的 然后打了也是满顺的啦 那你看一场一下子就结束了 还没有像那种战棋类型的那种画面 就手动才有办法看到那种战棋类型的画面啊 那 等一下来玩一下手动给大家看一下吧 那基本上它的剧情呢就像动画一样了 其实有看没看都差不多了 那看它未来会出什么角色啦 然后这个游戏呢我 前面就有说过了就是没有语音 所以还蛮无聊的 我不知道日版有没有语音啦 但是如果日版过后有语音的话 这款游戏其实应该还可以减持一下啦 哦 现在这个就是手动画面了 然后你可以调它战斗的那种 战斗的位置啦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的其他角色是可以跟那个角色一起的 这样子的话 那两个角色就会同时攻击一个目标啦 然后另外一边的角色它就会攻击另外一个目标 然后这款游戏就是可以同时集满那个战力了 就是三个角色可以放在一起 那就变成三个角色一起了 然后它那个位置一个攻击家就是可以加攻击力了 还有另外几个我还没有遇过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个人是只看到这个攻击家过罢了 然后如果你连在一起的话 三个角色就可以打一个角色了 也是这样子 然后这款游戏呢 还有必杀那些的啦 就是尾部演示啦 因为这个关卡还蛮容易的 应该要打到后面才可以用到必杀之类的 前面的关卡容易的话 基本上必杀还蛮久的 应该是没有办法击到了 那打斗就到这里啦 抽开我也抽到了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哦 我对于是B站的话点个三连关注哦 我是阿人 那下边没内心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